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绝地求生主机版还在抢先体验状态 无论原版XB1还是目前性能最强的主机1X都有非常严重的掉针现象 后来玩家还发现将键盘接入XB1主机后可用快捷键掉出类似PC版的设置菜单 发现XB1原版的主机分辨率为1080p画质为低 X版分辨率为4K画质为中 当然外媒也指出主机版同样分辨率同样画质选项下的画面会比PC版好一些 但这些设置选项的出现也说明了目前XB1版的绝技求生 还处于从PC版移植过来的早期阶段 建议感兴趣的玩家至少等到帧数稳定以后再购买 当然啦 如果你手柄操作出色 又刚好有一台帧数相对更稳定的XB1主机的话 那么现阶段玩主机版吃鸡应该是有相当的优势啦 其他消息还有 PS4游戏《如龙北斗神圈》宣布延期到2018年3月8日 合金装备幸存者宣布将在2018年1月18日开放测试 对应PS4 XB1平台 荣耀战魂独立服务器全球公司今天晚上9点开启 喜欢本作又由于土豆服务器问题被劝退的玩家们可以去试试 PS3港服今天开启了家庭游戏折口场 新大众高尔夫 乐高系列等游戏折口中 而本次活动的结束时间也刚好是12月24号 看来这次完了以后就是圣诞特卖了 大家持地等待吧 好了 今天的资讯就到这里 大家明天见 今天是什么呢? 刚开启了家庭游戏折口中